大家好 我是王慧琦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去年下半年度 是如何选择我阅读的书籍的历程 给大家做个参考 先说总结好了 其实我去年是顺着我自己的心来选择 我所想要阅读的书籍的 事情的开端是在于 有一次我去露营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很深刻的念头 就是我总觉得我们的身体 似乎比头脑来得聪明管用 那我就很想要去找到证据 来证明说 我这个想法其实是对的 或者是我这个想法其实是有所根据的 那就在我很强烈的想要知道说 其实我们的身体啊 他比我想象中的来得聪明的时候呢 有一次我去图书馆啊 就无意间看到了武志宏老师的身体之道答案 就把那本书借回来看了之后呢 我一边看一边做笔记 那在书里面呢 作者也会再提到了一些 比如说跟心灵成长啊 或者是跟催眠啊 或者是跟心理啊 相关的一些作者跟书籍 那我就看 当他介绍 然后我又感兴趣的时候呢 我就会先去上网搜寻一下 大概这个作者的背景 以及这本书大概的内容 那我感兴趣的呢 我就到书书馆去借阅 那在这个这样子的效应之下呢 同样的当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 或者是我到书书馆去借阅的时候呢 又会因为这样的机缘呢 就又带出了其他的作者跟其他的书籍 所以我在去年就 那半年呢 就让自己大部分的时间都是 发挥在自己有兴趣的业录上 那曾经一度呢 我会很罗急脑的 跟自己说 当我看完了这本书籍的时候 我接下来可能要看哪一本书籍 可是很多的时候 我其实没有办法造的我自己的头脑 来的行程来阅读 因为我的头脑告诉我要看这本书 可是呢 我可能呢 看了一两页 那我就真的实在就不感兴趣 或者是我的心呢 就造了起来 所以呢 我就打住了 那可能呢 我也可能对某一本书籍很有兴趣 可是可能我看着呢 因为比如说我要出游 那本书籍可能是比较厚重 或者是他的志祺是对我来说 比较小看起来有点磁力 那我可能就会带手上的另一个 我觉得比较适合的书籍出去 那就很巧妙的 当我把那本书带出去看 然后呢 我也是很随性的 就是想看就看 不想看的时候呢 就合上 那很神奇的是 当我带出去看的书籍 看的段落呢 回来又接着我原先在家里看的书籍的时候 他们其实是相连贯 而且相呼应的 所以后来呢 我就 养成了那种 看书阅读呢 是随着我自己的 心来做选择的 也就是没有所谓的 逻辑跟道理可言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我就 不去 排斥也不去 认为自己应该要看 怎样的书籍 所以呢 在去年呢 我接触到了 蛮多 我 这辈子 从来没有想过 我会去 阅读的书籍 而且 在那个 阅读的当下 那种 氛围啊 是我 自己 目前 没 应该说 在阅读之前呢 没有体验过的 嗯 那个 感觉非常的棒 嗯 你在阅读 似乎 又不知只有阅读 你学会了 如何跟自己相处 以及独处 而且 你似乎 在 嗯 阅读 可是你又好像是在 把你的 嗯 生活 你的人生 拿出来 再一次的 从另外一个面向来 看他 嗯 总之 这种感觉呢 是非常的 嗯 嗯 嗯 心中就是 嗯 非常的 各种滋味都有 可能大家自己去尝试之后 你才会很懂得 嗯 那种滋味 那 我今天是想要跟大家 分享 就是呢 不管是你做什么事情 嗯 嗯 有时候啊 你 顺着你自己的心 去做选择 你会发现一些 你从来没有 遇过的 嗯 情境 以及会有一个 很多 不一样的新发现 嗯 嗯 我非常的感谢 嗯 去年的那一段过程 嗯 嗯 我也很感谢自己 愿意相信自己的心 嗯 也感谢心 他带领我 去寻找到另外一个 我自己不知道的自己 嗯 我想我会继续的在 嗯 用这种方式来尝试在其他的地方上 嗯 嗯 我觉得这个发现真的非常的棒 嗯 所以给一些 或许 嗯 没有头绪 或者是呢 嗯 不知道 嗯 自己该怎么做 然后呢 或者是呢 一直以来都用了太多 嗯 头脑的人呢 一些参考 嗯 我们顺应着我们的心 他其实会带领到一个 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的 自己的一个 嗯 内在的 嗯 面向 嗯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 嗯 下次见 拜拜